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欧洲两个大国 法国 德国的执政党的支持率 均低于右翼政党支持度 对政府产生了不小的冲击 选举结果出了之后 法国总统马克龙随即宣布 解散国民议会 并将很快举行 新的国民议会选举 这个决定引发不小的震动 然而他的竞争对手 勒庞淡定地表示 已经准备好接转卓家 欧洲舆论指出 马克龙为了阻止勒庞的崛起 而解散议会 是一场勾诸一致的政治豪赌 而美联社更指出 欧盟过去几十年的历史当中 强硬右派大致在政治上 是处于边缘 如今却在欧洲议会选举 大有斩获 对欧盟未来的移民安全 与气候政策 将会有更多的话语权 好 今天晚上的选举连线 在巴黎现场 有凤凰卫视著法国记者李萌威 柏林现场 凤凰卫视著德国记者孙谦 都会带来欧洲议会选举结果的最新反应 另外在巴黎现场 请到的是旅法学者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 宋鲁镇 以及德国波恩现场 有波恩大学政治学教授 孤雪武 双方也会一起聊聊 到底是什么原因 导致欧洲议会整体向右转 而欧洲议会的选举结果 之后欧盟领导层也会改选 冯德联恩会否成功连任 欧洲议会向右转 会带来怎样的深远影响 好 首先来看 李宁针的追踪报道 6月9号 马克宏当着全体法国人的面 送不解散国民议会 并将于6月30号 和7月7号重新大选 震惊之余 此局也被多家媒体 形容为一场豪赌 风险极大 胜算为之 马克宏如此形式 却是颇有些身不由己 时隔5年 再度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 投票9号结束 法国执政党支持率 远低于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 根据初步击票显示 国民联盟有望拿下 超过30%的选票 而马克宏领导的复兴党 得票率可能还不到 到国民联盟的一半 国民联盟领导人乐旁 甚至直接放话 已经做好执政的准备 政治和社会信任的 双重危机下 马克宏直接被架上了堵桌 未来三年的总统任期内 是继续掌握绝对话语权 还是只能当跛脚领导人 全看法国人民如何决定 这场赌局的输赢了 不好过的不止马克宏 德国总理舒尔茨 也同样经历了一个痛苦的夜晚 他领导的社会民主党 取得了史上最差的结果 连第二都没保住 被丑闻缠身的极右翼 德国选择党反超 得票率跌至第三 而输得最惨的 还要属德国联合政府中的绿党 得票率从5年前的20% 下滑至现如今的12% 随着德国大选将至 壮壮渐渐似乎都在为政坛 稳定买下不确定因素 德法作为欧陆大国 两国的选情也在一定程度上映示出 整个欧洲政坛右翼势力抬头或许已成定局 意大利 西班牙 荷兰 奥地利等国的 极右翼政党得票率均有大幅上升 甚至不能排除极右翼政党未来执政的可能 不可否认 整个欧洲开始亮起了右转灯 而这或许意味着欧洲的移民政策 对俄乌战争的立场等等都想发生变化 马克龙政治豪赌 解散议会重新大选有何考量 舒尔茨选举惨败 德国政坛博弈未来怎样展开 议会亮起右转灯 欧洲局势未来又将如何发展 欧洲向右转 好 欧洲议会的选举结果出炉 让大家非常的震撼 就是整个欧洲议会的政治版图出现了大幅的变化 对德国 法国的执政党都产生不小的冲击 好 那么对法国来说呢 马上就解散国民议会 接下来法国 德国的政局何去何从 今天请出各方嘉宾和记者为你所深入分析 好 首先连线的是法国记者李萌威 我们看到马克龙在第一时间解散国民议会 而且要安排新的议会选举 对于这样一个决定 法国各界有哪些最新的反应 好的 杨书 此次欧洲议会选举结果可以说不仅震惊了欧洲政坛 也再次引发法国政坛的巨大动荡 法国极右翼国民联盟对马克龙解散国会的决定 感到欢欣鼓舞 表示说已经做好准备 发誓要把巴尔德拉送入总理府 而左翼社会党就谴责这是一场极其危险的游戏 认为解散国会将会成为马克龙五年总统任期内的污点 法国右翼费加罗豹发表题为解散国会 马克龙的危险赌博的社论称 国家元首冒着风险将明天的权利交托给了他曾经承诺会阻止其发展的政党 而这一史无前例的决定呢使国家跃入到一个未知的世界 带来的后果也将是无法估量的 法新社援引分析认为 对于国家元首来说这次失败是一次惨痛的个人失败 称马克龙甚至冒着于一位极右翼出身的总理共同管理国家的风险 做出令人出乎意料的决定 法国社会党领导人认为 马克龙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失去了领导资格 而共和党主席则说选举结果预示着马克龙主义的终结 在欧洲大陆面临民族势力崛起 民主力量受到普遍威胁的大背景下 外界也普遍担忧 马克龙在这样的背景下解散国民议会 反而可能会加速极右翼的正常化 削弱作为欧盟支柱之一的法国的决策力 和在欧盟的影响力 竟然会对欧盟的政坛走向带来影响 杨淑 好 谢谢萌威 马上在巴黎现场请到的是 旅法学者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宋鲁正 虽然是我们看到法国历史上 只有过五次提前解散议会 而且最后的结果也是成败不一 那我们可以理解这次欧洲议会的结果 是大大冲击了马克龙执政党的支持率 远远低于极右翼政党 但是你怎么看马克龙解散国民议会的 这个决定背后 他有怎样的一个考量 以及利弊如何 你的分析 马克龙此举深思熟虑 因为这个选举 各方其实早就 因为法国的民调还是非常的准 所以解散国会 马克龙早就做好的应对策 唯一意外的是 就是国民联盟率先提出解散国会的诉求 他等于客观上是帮了马克龙 因为就可以把他做成是感育 国民联盟正面上的政治人物 他可以更加强 马克龙与国民联盟的形象 这也是马克龙的赢得总统大选的关键 马克龙的目的主要是摆脱两个力困境 一是国会复兴 二是国会复兴 二是国会惨败 这都影响了他们的地位的权力 特别是盛亚三年的基础 法国第五国会有五次 就是解散国会 但是有四次成功 所以说马克龙认为他成功的概率 应该说成功的概率还是更大 当然中国获胜不仅依据摆脱困境 而且也能一定程度的影响到 2027年的总统选举 因为很多会出于避免再次 控制的现象 而支持复兴党的候选人 即使复兴党未能够赢得总统大选 他也可以掌握总理的行政权和国会立法权 等于是延续了马克龙的政治生命 当然失败了以后 他也不会有多大的改变 因为马克龙的处境又已经非常糟糕了 事外也不会有多么大的区别 法国政治算三年吧 好 谢谢 来 在伯恩大学我们请到的是 伯恩大学的政治学教授郭学武先生 我们看到整个极右翼势力的大幅扩张 不只是法国 在德国 奥地利等等国家都出现 也是这次欧洲议会选举结果的一个大趋势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结果 而且我们看过往的资料 其实欧洲议会选举 过去并不是很多人关注 但是现在不论从投票率 还是说从影响 还是从结果上来讲 和过去都呈现一个非常不同的走向 你怎么看这次欧洲议会选举结果 呈现出的整体特点 首先就是欧洲议会 在整个欧洲的政治生态的运作当中的 作用是越来越大 它的影响力也越来越深 而且对各个国家的政治的影响能力和掌控能力 也开始呈现上升的趋势 至于欧盟在过去一段时间里不断的制定新的法律 非常强有力的在冯德莱恩的领导下 行使它两个权力 一个就是立法的建议权 再一个就是对各国实施 欧盟出台的所有的法律的实施的管辖权 这样就加大了欧盟对各国家的影响力 恰恰在立法的过程中 欧洲议会的作用越来越强 但是反过来一讲 刚才杨树你提到 欧洲现在这次选举展现一个趋势 就是说右翼好像是铺天盖地的 这像乌云压城市的整个覆盖的欧洲的政治生态 好像情况也不是这样 我们看看数据 这个整个欧洲的数据 这个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这次这个极右党和右派政党 所增加的席位也就区区13个席位 是吧 它占着总数 欧盟议会是720个席位 它现在加起来就125个席位 换句话说就只有五分之一不到六分之一 是在所谓的极右和右翼的统治之下 我当时那个印象 什么印象呢 就是两个大国的这个右翼势力 相对来说取得比较成功 在德国比如说选择党 其实选择党你再看下去 它本来是这个如日中天的 在选举之前 几乎有问顶20%以上的这个可能性 但最终下来也就是15.9通过各种原因 我们这也不谈了 也就是说增加了大概七八个席位而已 嗯 了解 就是谢谢你准确的指出啊 就是说这次选举结果 我们只能说是右翼席字 势力有进一步壮大 但是并不能说形成了一个右翼浪潮 还远远没有到那儿 好 谢谢啊 好 我们再回到法国 就是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宣布 新一轮这个国民议会选举即将开始 那到底会怎么安排 以及各界有怎样的一个看法 接下来政坛的走向 我们继续连线的是李萌威 萌威 对于新一届议会选举的安排 有什么最新的消息 好的 杨淑 法国新一届议会选举 将于6月30日和7月7日举行 马克龙说这次解散国会 是一个严肃重大的决定 这是法兰西第五共和国 第六次解散国会 而依据宪法 总统在国家出现危机 或者陷入僵局的时候 解散法国国民议会 但这些宪法武器可能产生 与总统预期相反的结果 1995年当选总统的希拉克 1997年为了巩固执政党 在议会中的多数席位 下令解散议会 而结果左翼社会党 在选举中卷土重来 希拉克最终 只好与社会党人共治了 五年的时间 如果说以往总统行使 解散国会权 即使是冒很大风险 但也不会冒着体制上的风险 面临的对手也都是传统意义上的 共和党人 而今天的法国政治格局 与过去很不相同 被视为非共和派的 极右翼国民联盟 成为了主要的反对党 如果按照本次国民联盟 欧洲选举中的得分比率来看 国民联盟在议会选举中 获胜的几率可以说不小 如果立法大选的最后结果 是极右翼国民联盟 在巴黎奥运会开幕前几天获胜 那么由马林勒旁一手扶植的 巴尔德拉将很可能会出任总理 而马克龙将会被迫与其共治 国际媒体普遍关注到 欧洲议会走向右倾的趋势 对欧盟未来推行的政策的 可能的影响 而美联社就指出 欧盟在过去的数十年的历史当中 强硬右派大致在政策上 是处于边缘地位的 如今却在欧洲议会选举中 大有掌获 对欧盟未来的移民 安全 以及气候政策 都会有更多的话语权 初经历过黄马甲抗议活动 以及法国大规模的退休改革制度 抗议浪潮的马克龙 究竟是否能够通过解散国会 再度铤而走险 往回执政的局面 还是会如外界预料和担忧地 令法国再度出现两党共治的局面 不仅事关法国政坛走向 也关系到欧盟政治决策的未来 杨淑 好 继续请教的是宋先生 请问像勒旁这样的极右翼势力的崛起 对于马克龙接下来的执政 会产生怎样的一个影响 以及媒体都在吵 就是解散国民议会新的选举 完了之后会不会出现 所谓的左右共治 从法国国会两轮选举制度来看 国民联盟成为国会第一大党 或者过半的可能性很小 因为没有任何政党愿意和他结盟 尽管他自己 因为他的基本盘就是30% 所以尽管他自己 他可以在第一轮领先 但到第二轮他很难 就是对抗其他政党的联手 所以我估计法国国会 仍然会维持现在 无一党过半的局面 今天不稳定的法国政治局势 早在2022年就已经确定了 因为那是法国第五共和立场 第一次出现 没有一个政党能够过半 所以我们认为这是政治发展脱续 所以出现今天这种意外 我们觉得应该是正常的 正常的演变的结果 好 谢谢您带来的分析 好 我们再来看看德国 这次选举结果除了对马克龙冲击很大 对舒尔茨的冲击也很大 我们来连线的是德国记者孙谦 孙谦 请问这个欧洲议会的选举结果 德国各方面有怎样的一个反应 好的 主持人 在刚结束的欧洲议会选举中 我们可以看到德国最大的反对党 也就是由基民盟和基盛盟 组成的联盟党获得的选票是最多的 约有30.2% 而在2019年的时候 联盟党得票率为28.9% 所以这次也是有小幅的上升 而德国总理舒尔茨所在的社民党 这次仅仅获得了14%的选票 创下了历史的新低 那么德国剩余的两个执政党的话 绿党在选民中的支持率也是大幅下降 仅仅为11.9% 远远的低于2019年创下纪录的20.5% 那自民党的支持率为5.1% 与2019年的5.4%有小幅的下降 同时德国极有以选择党的得票率 即使是有一系列的丑闻爆出 依然获得了15.9%的选票 可以说是创下了历史的新高 那排在了所有党派的第二位 如果仅仅看东德地区的话 那么选择党已经是第一大党了 德国媒体的分析是 这次结果可以看出 德国的这个政治格局 是更加多元化和分散化的 那反映到欧洲议会上更是如此 我们可以看出就是德国的执政党 这三个执政党其实是非常失败的 同时呢左右翼都有所加强 如果反映在欧盟层面的话 这可能会让未来的这个政策制定 和联盟内部的决策和协调呢 变得更加的复杂 我们已经提到了这个德国右翼的这个问题 那当然它也是德国的媒体和民众 一直都颇为优心的一个问题 那么这次结果也可以说是 佐证了这种担忧吧 虽然它还是 这个选举结果还是低于了中期的预期 中期的一个预测 但RFD的成功还是反映了 德国选民目前对现行的移民和难民政策 和政府对政府的不满 特别呢是在经济和社会上的问题的一个担忧 那右翼势力的崛起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它可能会对国内外 德国国内外的政策产生一些影响 因为呢政党它会去为了迎合选民的意愿 对未来的政策做出调整 以获得更多的选票 同时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 德国会在2025年进行联邦议会的大选 那么这次欧洲议会的大选多少也能看作是对联邦议会大选的一个风向标 因为它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德国民众的情绪和倾向 而德国政治格局目前面临的状况就是右翼崛起 传统大党在逐渐的衰退 但是在欧洲议会选举和德国联邦内部的大选的话 在选举机制上包括关注的议题上 以及选民的参与度上可能都会有所不同 那同时在联邦议会选举中 总理总理这个候选人的角色会扮演一个 可能更有分量的这么一个角色 所以说联邦议会的大选可能与欧洲议会大选最后的结果还是会有差异的 我们来请教一下宋教授 宋教授会怎么看德国的这个选举结果 是不是和欧洲议会的选举结果也是一脉相承的 以及在德国就是整个右翼势力的这个崛起 意味着什么 对整个德国政府的施政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其实极右翼民生主义政党的崛起 它不是法国和德国一国的现象 它是整个西方是共同的现象 这个原因应该有两个 一是传统政党的 他们失能失灵 没有办法解决民众关心的问题 第二就是他们对国际事务卷入太多 就是他们强调价值观 正确性 优先 像对外来移民 对外来外部冲突 都卷入太多 占独和民意是相反的 所以说整个西方的民粹主义政党 感觉起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我们之所以 当然你要是具体的看到某一个政党 大家可能会觉得不是特别的 变化不是特别很大 但是它有两点它不一样 第一就是传统的 就是那个民粹主义政党 它过去都是边缘化的 它现在突然变成了主流政党了 第二就是他们在法国 德国这样的国家 它居然能够胜过执政党 这两个变化的趋势 确实令人非常的震撼 正是 好 谢谢您带来的解读 我们稍时休息 下节目来继续聊 一会儿见 我们下节目来继续聊 好 截至北京时间10号晚间8点 Google News的热搜显示 有关欧洲议会选举的相关话题 受到各地媒体的高度关注 法国媒体热搜前几位 都是和欧洲议会选举相关 排第一位的是法国总理 试图劝阻马克龙解散议会 排第二位的是极右翼 在欧洲议会取得进展 第三是法国各式选举结果地图 就连克里姆林宫也在密切关注 法国国民议会解散 相关新闻排在第八位 美国媒体热搜头条 是欧洲议会选举失利后的 马克龙押注法国提前大选 以及以色列如何援救 四名人质排在第二 而亨特拜登的刑事审判 进入第六天排在第三位 中国香港媒体今天热搜 聚焦的是端午节多区 举行了龙州大赛 高温五组市民亚信 排在第二位的是欧洲议会选举 排在第三是金宇正警告 韩国不要再发送反朝传单 好 有关整个欧洲政治版图的一个变局 我们继续来请教的是 顾先生 其实对中国观众来说 大家更关注的是 像极右翼势力的一些崛起 他们的对华政策会怎样 这样一个结果未来在不管是移民 还有绿色能源 还有就包括对中美之间的博弈等等 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其实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 就是所谓的极右势力 右派势力 包括德国的选择党 还有其他的法国的这个国民政线 在对华政策上 他们倒是没有像这个主流派 那么咄咄逼人 虽然对中国经常发出一些批评的声音 但是在对华的问题上 相对来说比较保守 从这个角度讲 对华的政策 保守派现在还是占据于主导地位 尤其像人民党 还基本上是达到最大的席位 所以如果是冯德莱恩担任主席的话 那么对中国将会采取更为强硬的态度 从这个角度讲 这是欧洲的所谓的右翼势力的崛起 对华的政策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动摇或者改变 好 宋先生你怎么看呢 欧洲约会选举结束之后 下一场博弈就是领导层的选举 冯德莱恩能不能连任 现在已经出现很多不一样的声音 你有怎样的前瞻 冯德莱恩确实要连任的话 确实是不太容易的一个过程 因为我们都知道它要拿到两个多数 一个就是说具有推荐权和建议权的欧盟理事会的建议权 它要通过一个多数 而且这个多数是三分之二的多数 三分之二的多数还不是说27个国家的 27个里面的三分之二的政府首脑同意 而是同意的首脑必须要代表欧盟四亿五千万人口中的 这个大概三亿人口的国家领导人同意 也就是说大国尤其是德国第一大人口大国 法国 西班牙 意大利 最后加上波兰 这五个国家加起来有这个三亿左右的人口 他们要同意的话 他才能过这个半数 所以这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第二个是一回多数 这个欧洲议会理事会提出建议之后 要通过议会的50%的绝对多数要同意他 361票要投他的票 720个席位361票他要拿下来 也不太容易 因为他所代表的这个所谓的人民党 也就有184票和185票左右 所以还要必须其他党的同意 这个问题非常的艰难 好的 今天非常谢谢两位嘉宾和两位记者 围绕欧洲议会选序结果 为我们做的深度解读 也请您收看凤凰全局连线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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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再见